小编的话 感谢你的善良 感谢你的温柔 感谢你的微笑 感谢你的爱 感谢你的一切 无法入眠的 忙得日日夜夜 用热烈的语言给我支持的 是你 又是独自一人 沮丧颓废 在给我苏林一美梦的 也是你 失去你别的泪水 你的呼唤 你的喝彩 你的温柔 你的一切 我一定不会忘记 让我用歌声 像你说在建山口百会 毕业演唱会 当别的21岁女孩 奔不顾身冲向娱乐圈的时候 她已经主动终结了 八年的演艺生涯 毫不俊炼顶峰上的荣光 依然选择做她的妻子 做她孩子的妈妈 让所有热爱她的歌迷 影迷 早早地学会了怀念 可能我们所怀念的过往 在怎样努力拼凑 都构固成一首连换的歌曲或电影 生活是如此真实 哪怕怀念的力量 在真实的生活面前显得虚不飘忽 至少那些曾经在你生命中闪烁过的记忆碎片 总能恰如其分的抚慰心底 最柔乱处 我们爱你山口百会 山口百会 婚纱照 山口百会 这张单人婚纱照 是浪漫温柔的粉色系 包括花球的色调 都是红粉为主 蓬松的蕾子一袖 衬托出她挺拔的腰枝 精心疏离的长发上 有着新娘美丽的头饰 她还是那么平静 眼神中却透露出无限的真诚 对爱人 对生活 对自己 她都是如此坦诚而用心 怀念是一件很纯粹和隐秘的事情 并不需要太多理由或忌口 尽管每年的十月都是她告别的季节 但这并不是我们怀念的忌口 怀念是为了证明 在我们最美好的年华中 曾经有过山口百会留下的记忆 山口百会与三浦友可唱的最后一支歌 再见了 我对面的人们 一向被称为不哭泣的女人的我 再也已治不住自己的感情 一颗颗泪珠留下面颊 场上所有听众也都同声哭泣 山口百会仅仅八年的演艺生涯 获奖无数 却重复流泪 被称为不哭泣的女人 1980年 山口百会与三浦友 可在东京的网子酒店金丝确听 宣布了即将结婚的消息 并且声明山口百会婚后将正式引退 令全国的山口百会迷痛心不已 在一系列告别演出后 山口百会最后一次 以一人身份出现在媒体面前 你对于乐圈不留恋吗 是的 不留恋 山口百会卤出特有的温暖笑容 而回答却是坚决的 他用40年对于家庭的爱和守护 证明了这句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